早一一早各地仍然高溫炎熱 但杜蘇日台風已經逐漸接近 23號晚上正式增強為中台 半徑已經漲泡到250公里 威力也達到1秒35公尺 青台前可能將達到中台上線 但路徑又在羞羞往南修 南部開始影響的時間 大概會是在27號 風跟雨都會增大 所以在這段期間 我們就是要觀察說 它距離台灣 我們南部這邊沿海的陸地 大概有多靠近 杜蘇日走向 一直改變各國不停修眷 包含中央氣象局 美系 日韓 香港 天文台 都在24號早上更新預測 颱風中心可能不登陸 插過台灣南邊巴士海峽 再走向西南部海面 不過卻同時可能為中南部 帶來更加強勁風雨 它並沒有受到整個 中央山脈地形的破壞 南部開始屏東 高雄 台南 嘉義 這幾個區域 可能會帶來比較大的風雨 中南部多個縣市 預計風雨齊發 也是最可能放颱風架的區域 依照目前走勢 周三周四杜蘇日會最靠近台灣 先為整個東台灣帶來降雨 周四整個外圍環流 籠罩全台灣 中南部更會出現 致災性大雨 中午西南風影響 中南部持續降雨 而最快週一晚間 就會發布海上警報 周二發布入境 其實是快快慢慢 像今天可能會快一點點 然後接近到菲律賓旅頌島 又會慢下來 不至於說會變成是一個強台 但是也是非常接近強台 等級的中度颱風 各縣市都嚴正以待 台北市消防局也預先備好搜救橡皮艇 以及拋船槍 預備水中救災作業 也呼籲民眾備齊救難包 電池 手電筒等防災物資 另外若是施工中大樓 也得做好捆綁 避免意外發生 這條事序 王一廷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